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维基分系列课程 我们这个单元来谈的是高斯最大模定理 高斯最大模定理的内容是这样说的 假设一个负变函数F of Z 在一个封闭区域Z的内部 还有跟边缘的话呢 都是解析函数 这里面都是解析 那么F of Z 它的这个modulus 它在整个封闭区域的最大值 一定是发生在C的边缘上面 不会在C的内部 那么除非这个函数本身 它就是一个常数函数 否则的话呢 最大值势必会发生在边缘上 好 那么我们怎么解释呢 首先我们把这个高斯均指定理的内容先列出来 这个的话呢 是我们知道一个圆的原心 那这个地方来说 但这个圆的话呢 运用不到一个任意一个形状啊 没有关系 我们就假设里面有一个A点 一个A 它的话呢 是最大值 就是发生在A的上面 那么我们看一看F A啊 如果说是按照这个均指定理 我们也可以建立一个圆 我们现在的话呢 做的是什么呢 建立一个圆出来 好 我们把圆画出来给各位同学看 这个圆啊 是以A为圆心 这个R 适当的R 都在它的包含那里面 为半径 然后呢 画了一个圆 那么我们又知道什么样的 因为根据高斯均指定理 这是我们加了一个绝对值了以后 会小于等于中间加了绝对值 这什么意思呢 是这样说的 我们为什么要去写这样的算式 是因为啊 假设最大值是发生在A 最大值啊 各位同学 最大值是发生在A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呢 来设 既然这个值是最大值 根据这个圆的 在刚刚我们前面说过的 在一个圆里面的平均数 是不是就是那个FA的值呢 好 那假设这样的说 这个某一个点叫做θ0 θ0 它比它还要小 它的modulus 绝对都比它这个大 这个地方来说 这是小的 这是大的 我们这个函数啊 在这个里面 它本身是解析函数 所以它也是连续的 那根据它的连续性 它也绝对不是只有这一点 是输给它 它会有一段 会输给它 好 那么现在我们来这样的看 如果说有一个段落 是比它还要来的小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 这个整个的圆的平均值 是它 它不会比这个整个的modulus 要来的大 了不起好不好 假设这边的话是比较小 然后这边的话就算跟它一样好了 是不是一定会有其他的点 要平均起来要比它大的话 是不是一定要有某些点 会比这个F of A的modulus来的大呢 你有这边有比较小的 这边就会有比较大的 所以我要跟各位同学说 正是得到的是一个什么呢 两个箭头 我们就指的是矛盾 我们不可能有一个这个点 如果我设了一个F of A 是最大值的话呢 就会势必会有另外一个点 会比它还要来的大 所以其实根本就不可能 所以最大值 势必就一定发生在边缘上 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要了解 这个证明是有很多种 那么我们用的是一个解释的方式 让各位同学了解就可以了 在一个区域 这个Z是小于等于 这是一个单位圆上面 那么函数的话呢 是Z平方减掉3Z加2 求它的mode最大值 这个其实只要我们了解 高斯均值定理 我们就知道mode最大值 一定是发生在边缘上 也就是cosθ加上isinθ 所以这个题目其实很容易的 我们不需要考虑整个单位圆的内部 只要考虑圆的表面就可以了 好 那么我们来算算看它的mode 这个mode的话呢 因为它有cos跟sin 所以我们算它的平方 看起来比较简单一点 当然各位同学 你可以直接用cosθ加上isinθ 直接带进去 那么我觉得这样做的比较有系统 来我们看一下 Z-1Z-2 挖呼起来的平方 我们先算它的平方 然后到时候再开平方根 这样算起来会比较容易一点 它是cosθ加上isinθ 这边是减1 这边是减2 有没有 这边是减2 好 那我们这边的话呢 取它的modulus的话呢 就是意思就是 乘当a平方加上b平方 也就是说乘当它的z bar 这个是 来我们就平方加平方就对了 这边也是平方加平方 那这边呢 来说我们看 这边有个好处就是 因为我们平方了以后 就不再需要开平方根了 看起来的话呢 算式会比较简单一点 那我们先来平方吧 因为我们知道 这边平方跟那个后面的sine平方 这边会合在一起 会变1 这边会跟这个sine平方会变1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都展开来 看rab加b平方 再加sine平方 这个也是合并 所以前面就会变成了一个 这边是2-2cosθ 后面这是一个 5-4cosθ 那么我们现在把它展开来 这个就会变成 来我们来看平方的部分 有谁 cos平方是这个 然后呢 常数呢 是这个 中间cos的呢 是有 这边是负十 这边是负8 好 那我们就变成这样子 那 遇到这个题目 那很简单的 这个地方 我们就需要做一个配方的动作 我们把8配方出来 8移出来以后 这边 后面不要动 好 那我们现在 我们的要诀在哪里呢 要诀是在于说 我们后面要补一个数字 是中间这一半的平方 一半的平方 就是八分之九 八分之九 我们再加上 底下是64 那九九八十一 好 我们把它加上去 我硬加了这个六十四分之八十一 那这边的话呢 是因为有一个八 所以我们等于要还它一个八分之八十一 是这样的 那这边就会变成了一个完全平方了 八成上 这是八分之九 没问题 再加上后面的数字 不要管它 现在我们什么情况之下 这个数字值为最大呢 当然是我们希望 这个地方最大 反正它已经平方了 这边是减的了 所以我当然希望 这个是负一是最大了 所以cosθ是令它等于负一 负一 这边就会变成 负的八分之十七 八分之十七 因为平方不重要 我们平方了以后 负的已经变正的了 所以这边是八分之十七的平方 加上十 减八分之八十一 那这边我们来计算一下 算出来结果多少 36 哦 36 36是什么 是平方的这个值哦 所以我们的最大值是多少 当然要开一个平方根 所以这是答案是 最大值是6 那么也顺便要了解一下 在哪里发生的呢 因为这是cosθ是在负一的地方发生的 所以我们应该知道 这是在哪里呢 是在这个位置 出现了一个最大值 出现在π的地方 这是最小模定理 刚才我们提到的是最大模定理 最大的值 the mode是发生在哪里呢 发生在边缘上 那么相反的 最小的值呢 也是发生在边缘上 不过我们要注意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内部不可以为0 如果内部的modulus是等于0的话 那根本不要比了 因为modulus最少最少也是0 最少就是0 所以如果说里面是0的话呢 那不行 如果里面都不是0 那我们肯定说最小值一定在边缘上 这是我们要注意的是 最大模定理跟最小模定理 有一个很重要的差异 最小模定理中间要限制 它的中心的值啊 不可以有0的点 这个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好了啊 因为在整个内部里面都不会是0 所以我们要导数 我们导数 是不是在内部是analytic 它是解析函数 因为它不会让它的分母为0嘛 所以它是一个解析函数 既然它是一个解析函数 我们就利用最大模定理了 这个分之一 在整个的封闭的区域的最大值 是不是怎么样 发生在边缘咯 这个函数在整个封闭的区域里面 是最大值是在边缘 那么我们再来颠倒上来说 我们再来说 它的最大值就不会发生在什么 这是意思是一样的 最大值必发生在边缘 就是最大值不可能发生在内部 那我们把它导过来 它的最小值就不会发生在内部 因为它颠倒了 导数一个大一个小 所以它的最小值怎么样 不会发生在内部 不会发生在内部 那就是发生在边缘上 所以最小模定理 我们就大概就这样解释 首先注意的是 它内部不可以为怎么样呢 0 我们来看看一个例子 那有没有什么例子 告诉我们说 有零在里面的话 最小值就不是发生在边缘上的 是有的 来我们看一下 如果不加上这个条件 它的最小值 不会发生在边缘上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Z 那么我们采用的是单位缘 单位缘 如果说是零点的话 是不是就就是零 零点那就是零了 modulus也是零 那么在边缘点呢 边点的话呢 就是cos θ 加上i sin θ 那它的modulus 是多少 是一 所以它在边缘上面的点 这个modulus是一 然后它在内部的点是零 所以它的最小值 不是发生在边缘上 那这一个前提 必须它的内部 不可以有零点 这是很重要的 最小值就没有发生在边缘上 这是一个我们的结果 用最小模定理 可以解释代数基本定理 是怎么解释呢 这个其实代数基本定理 我们必须要告诉同学 它的证明方法有很多种 那最小模定理 也可以解释代数基本定理 是怎么说的 来我们来看 假如啊 这个有一个函数 它在内部通通都不等于零 而这个函数就是polynomial polynomial它这个是n次的一个多项式 它在这个内部没有根 都没有根 我们就先假设它是在一个 这个reic的这一个 以r为半径的一个圆了 通通都没有根 不可以为零 没有零点 既然这样讲 它的不等于零 既然它的不等于零 那它的导数最小值是怎么样 最小模定理说 它的最小值 既然它是都不等于零的话 最小值是发生在边缘 那我们就这样说了 说什么呢 说当这个r到无限大的时候 这个r往外扩充 那么这个最小值的话呢 会发生在边缘上面 还在边缘上吗 这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polynomial这个z 这个z的话呢 在边缘上的越靠的越远 它的值是会变得越来越大 这个是矛盾的 那既然各位同学知道说 它不会是发生在边缘 那也就是这个基本的假设 就是错误的 也就是说 它不会是不等于零 必然会有零点 也就是代数基本定理 告诉我们说 它一定有一个零根 那么当然就会有N个根 这个地方来说 我们大概就是利用了 最小模定理解释了一下 代数基本定理 这就是我们最后的结果 就是有零点在内部 就算是解释了 我们这个单元来谈到的 就是最小模定理 跟最大模定理的内容 我们要知道 一般的情况就是 它们在最大值跟最小值 是发生在哪里呢 发生在边缘 最小模定理 注意怎么样 内部不可以为零 这是很重要的 那么也提供了一个 代数基本定理的 证明的方法